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 纽曼在他新出版的讲述白宫生活会一路忠诚 如果梅拉尼亚给特朗普造成终极羞辱 特朗普会设法让他的公民身份失效 既然陶纳德完全清楚他是如何获得拥有公民身份的 那么 如果有什么可疑之处 他可以揭露这些手段 并以某种方式使之失效 纽曼在《精神错乱》克朗普白宫内幕中写道 他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 纽曼如是说 据报道 第一夫人通过一个专门针对接触才能的项目获得了绿卡 该项目被称为DBE计划或爱因斯坦宣证 这位前时尚模特于2006年成为美国公民 该项目的目标人群包括学术研究人员 跨国企业高挂以及在国内外享有胜率的人士 纽曼写道 如果梅拉尼亚去图他执政期间给予他终极羞辱 那么他会设法惩罚他 如果公民伪造或隐瞒重要信息 或不愿在国会作证 他们将被取消公民资格 并被制逐出境 在过去的两个月底 特朗普政府开始考虑从规划公民中定位某些人并取消公民身份 这些公民可能通过欺骗或撒谎 获得了公民身份 本周早些时候 特朗普的发言人斯蒂芬尼·格里沙姆 斯特莎·格里沙姆 做出了回应 格里沙姆表示 纽曼白公任职期间 纽曼和梅拉尼亚两人 很少如果有的话 互动 格里沙姆表示 他以这种自私自利 的方式 进行抨击和报复 是让人感到失望的 尤其是在总统给了他所有机会之后 上周 特朗普在推特上怒 趁曼尼哥特纽曼是狗 是哭哭啼啼的吓等人 引发众怒 纽曼曾担任白公办公室的公关总监 直到去年12月被白公幕僚长约翰·凯利 张康里 以重大呈现问题唯有解雇 在加入政府之前 纽曼曾为特劳府的总统竞选 处理过非一美国人的事务 约翰·凰尔 约翰·击ören